12月18日晚江书颖通过微博晒和白羽合影 笑称一起长大的缘分 还特意爱的白羽 照片中江书颖扎着丸子头 红唇白皙 对近嘟嘴卖萌 满满的少女风 身后的白羽和江书颖一起比着剪刀手 男帅女俊画面和谐的十分扬眼 白羽随后在评论区留言自刊道 长大之后我成了白叔 你却还是小江 江书颖回复称白羽哥哥 小江捞你上来 非常的逗趣 惹得众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 期待你们再次合作 一起长大 一起拿奖 恭喜白羽白叔 恭喜江江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